但是我們這邊講 說最難追的天蠍女 宇宙你今天給我們一個解密 你自己是天蠍女說 你覺得天蠍座 對一個男生有沒有興趣 其實你從笑容 從他表面你看不出來 因為他不動 有距離 但是他如果開始 會偷偷追蹤你的IG 叮叮看一下你的現實狀 叮叮看一下你在幹嘛 就表示說他中了 是不是 因為天蠍座的觀察力 其實不錯 對 然後他基本上是要對 有興趣的事物 他才會去追蹤 不然其實如果是這樣子 我本來其實有跟一個男生曖昧 然後後來這個男生想要追求我 結果後來我發現了 一些小問題之後 我沒有推他追蹤 從IG上看到小問題 從跟他出來 大概兩次約會之後 看到一些小問題 看到什麼 第一次是他請你吃什麼 還是看電影 他請我出來吃飯 第一次第二次就很直接 像我覺得有興趣的話的對象 我就會聊到一些價值觀 聊到一些從小的生活那些 對 所以你們吃素 吃蘿蔔糕說 你價值觀是什麼 可以接受蘿蔔嗎 這樣之類的 不是 可以接受吃素的 因為我互相尊重 對啊 然後第二次就發現 他是一個 可能只會講講的男生 因為他一開始 原本約我出來逛街 是他主動約我出來的 然後他的言下之意 是他要買東西給我 對 可是很奇怪 或我約他出來 那時候他約我出來買東西 我沒有答應 然後換我約他出來 是同一個地方 我們要去IKEA 大賣場 然後換我約他出來的時候 他的表現就是 我沒有要買單 你自己買單 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不是說他沒有 幫我買單是有問題 而是他先開了這個口 然後再做不一樣的事情 我不喜歡那種 前後不一的感覺 他約你說去買東西 對 是要幫你買 對 剛好你們家缺什麼 我知道IKEA有 而且最妙的是 我只買了兩三隻小布偶 就是IKEA會有那個小豬布偶 小布偶 我沒有買傢俱 就是天蠍座其實會 不好意思 人家說要幫你買 你這小布偶 是放在心裡面的小考題吧 對啊 早就想好了吧 女生一定要有一點 小考題 對啊 真的是小考題耶 對啊 結果他沒過關 對 那布偶好像一隻才六十幾塊吧 對啊 他可能土象星座 不想養成你的壞習慣 他想要幫我買大筆的 他這個不屑付這樣 真的 人家土象星座 要我去給你買房子 誰要給你買布偶 就是那布偶 你自己付就好了這樣子 對啊 對 然後後來他的IG 本來他的限動 一天大概發十幾折吧 然後我們每一折都會 他有發IG了 然後看一下 他有發IG了看一下 然後後來我就現在 他有發IG了 跳過 跳過 IG限動可以跳過的 嗯 真的喔 你沒有好奇心想看一看 還是天蠍女就是沒興趣 無感了 就真的無感 真的無感 對 就無感 哇喔 米薩老師 是 天蠍女 哪些行為看得出來 對你有意思 可以繼續追求 我覺得剛剛宇宙有講到一個 就是如果她喜歡你 有進一步的興趣 會跟你聊她小時候 一些重要的回憶 啊 對 天蠍聊小時候 重要的回憶 就表示她啊 記憶力很好 對 所以她要去聊這些 對她很重要的人生的轉折 代表她很相信你 她想要跟你分享 為什麼她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人 對 所以這就是說 她最初步對你有好感的一個表示 喔 是啊 那再來呢 就是如果天蠍座 開始考慮要不要在一起了 她可能會有一些控制欲 這控制欲是什麼呢 她覺得她是為你好啊 就是說 那個朋友有點愛玩愛負債 是不是這個朋友 我們就可以跟她遠了一點 她覺得她問你好 但是 對有些人來說 你的那個界線有點越過 她開始默默的想要插手 你的生活了 有一點掌控欲 喔 好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如果她對你有興趣 可能她會 開始為你準備一些禮物 禮物大小不重要 但是重點是 她有想要讓她自己的一些標記 出現在你身上 這也是一種獨佔慾的轉線 只是她還沒有立場 所以她用這種 送禮物的方式來表現 什麼東西啊 送一個香水啦 或者什麼讓妳吃到 有它的味道 維他命C發暴定之類的 維他命C發暴定 不用多 這也算是一種關係 對啊 我希望你更好 對 希望你更健康 希望你喝的時候會想到我 喔 是喔 對 就是會從一些什麼 都是一些很精緻的 這些細節喔 比如說像她可能剛 像有一個朋友她剛開完刀 如果我對她的好感 我就說 你菸不要再抽了啊 不要抽菸了 小扣子 傷口癒合 抽菸不好 問妳好 如果我對她一點興趣沒有 我就 抽啊 沒關係 你抽吧 誰都會講啊 護士小姐也都會講 就是有的朋友 你不會想去阻止她抽菸 那如果說你對她有意思 妳覺得妳就不要 因為妳知道妳會被討厭 對啊 喔 來 那天蝎女還有哪些行為 看得出來對妳完全沒有意思 乾脆直接放棄 啊 老師 我覺得如果天蝎女 對妳完全沒有意思的時候 她會鼓勵妳說 欸 那女生也不錯啊 妳要不要跟她約出去看看 幫妳介紹啊 把妳輕輕的推出去 喔 是喔 這是一個 那再來剛剛宇宙有聊到 就是啊 因為如果天蝎座 她對這個人有關注的話 她一定會很follow她的行程 想要知道她在做什麼 但是呢 她真的就是沒有在關注 妳的動態了耶 現實動態都不用看 訊息會忘記回 不是故意的 但是真的就是忘了 因為已經不再重要了 對啊 這也是一個判斷的標準 還有總是很忙 約不出來 這個也是 因為對於天蝎座來說 她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 所以她會選擇跟她分享生命的人 都會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 但是 如果你不重要的話 那恐怕她就沒有辦法 跟你度過她人生的 哪怕是一秒鐘 她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電話可能也不是很喜歡接 喔 來 那米撒老師 妳有攻略天蝎女的三大招 如果今天妳想追求一個天蝎女 是 這三招 參考看看 參考看看 這三招呢 有沒有中 妳等一下舉手 好 我覺得就是三成攻略 三成法則 首先呢 第一招就是 誠實是最好的策略 誠實是最好的策略 因為天蝎座呢 超級討厭人家說謊 因為他們很容易發覺說 這事情不對勁 妳有事情要隱瞞我 而且更討厭的就是說 妳說的這個謊還很白癡 我一看就知道妳在騙我 妳還敢講 所以就是馬上拉黑 所以我覺得對天蝎座來說 白色謊言也不行 妳不要說什麼為他 好跟你講白色謊言 他要跟你講實話 那我們一起來承擔 或是想辦法解決 保持誠實啦 我覺得是一個 追他們最重要的品質 是 OK 誠實 天蝎 交朋友也是 交朋友也是 因為妳如果不誠實的話 他會很緊張兮兮 他會開始每天從這邊刺探 那邊刺探 就搞得都很不自在這樣 不要挑戰天蝎座的偵查能力 來 第二首 誠懇行動 少講廢話 天蝎座他們算是一個 誠意可以打動天的星座 畢竟是固定星座 所以如果你一直對它好 送紅豆湯 虛寒溫暖 其實你誠懇的有在行動 那不是說一直講一些 花言巧語什麼的 它其實看得見 有一點那種 戲棚下站久了 總是你的這個意思 但是你要對它很誠懇 那比如說你對它講一些好聽話 幫你買家具 最後兩隻布偶 你都不肯買單 那這樣就不行 要誠懇 誠實誠懇 沒錯 不要油嘴滑舌的 不能油嘴滑舌 今天很漂亮 很多人追 還好今天我先到 我掛號第一位 好討厭喔 真的會有這種 受不了 來 第三招 好 那第三招呢 就是誠意追求不要套路 三成功略 要誠意 追求不要套路 套路有什麼 鐵座很討厭人家 對它行使套路 你追我就追我 你可以表達你在追我 來判斷我們合不合適要不要 但是你不要對我 比如說欲行故縱啊 或者說一些把妹技巧啊 什麼壁咚什麼的 因為鐵蠍座看得出來 你在幹嘛 他竟然看得出來你在幹嘛 他就覺得很噁心 就是那些招數 對鐵蠍座來講 等級都太低了 太有了 其實鐵蠍座防衛心 還是很重的 然後觀察力又特別強 所以三個成字 誠懇的成 誠實的成 誠意的成 對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總是 其實 我們覺得最難為情的是 我們會想要戳破對方 我看得出來 但是我到底要不要戳破你 到底是我想的對 還是你講的對呢 我就會 對啦 我發現 其實鐵蠍座 它的職業 就是天生它是看得到鬼的 它是會抓鬼的 就是你不要裝神弄鬼 小動作 你沒有小動作 它反而看到的是真 但如果你有小動作 它就後面有鬼喔 對 就是它反而它就不舒服了 而且讀音哥我吃素 我看得特別清楚 真的 第六感特別強 真的喔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吃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睡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